玉里高中的电子商务科一直以来积极推动学生将所学的专业知识用在职场上 而近期科主任楼丽梅以及专业教师廖美金、李金纳、洪德华老师 还有夜师陈家甫带领着电子商务科二三年级的学生 以玉里当地美食为主题 运用创新的吃播方式将所学的专业知识融入其中 而其目的将当地的小吃推广到更广泛的网络社群 来提高玉里观光还有美食的知名度 学生自己拿起手机对着镜头介绍桌面上的美味饮品 他们是玉里高中的电子商务科学生 这个学期带着夜师走出校外 来到店家用自己课堂上学习的结合夜师们的专业来进行吃播 咖啡融合变成咖啡的 除了吃播之外 他们还能够介绍各式各样的产品 展现出现代的新世代与网络生活紧密 学生们的努力和创意受到学校社区的高度评价 科主任说这个计划目的 是帮助学生将所学的电子商务知识 实际的应用到实际情境中 同时促进当地美食的推广 电子商务科透过这个实作活动 不仅为学生提供了实际的经验 也为当地美食带来新的机会 未来希望电子商务科能够透过直播方式 分享更多当地小吃店的故事 将美食介绍给社区观众 并且持续参与社区的活动 为社区的繁荣做出更多贡献 记者高雙雙语正采访报道